音樂 如果說大型豪華的旗艦車款 至於一家車廠來講 就像他們技術跟豪華的展現 那小型車又代表了什麼呢? 我個人認為它則更像說 一家車廠對於消費者所願意帶來的誠意 還有他們對於消費者的重視 那藉著這次KIA Stony改款車型的試駕 那我們就來看看 KIA又願意為消費者們帶來的什麼 當看到這輛改款後的Stony 你首先應該可以發現它的車色相當活潑 不過值得注意在於 目前只有1.4升的入門車型 它全車是採用單車色的設計 那在1.0的高規車款上 它全車系都是雙色調的設計 而且好消息是 目前雙色調的車色已經不用加價囉 那至於看到改款的細節方面 首先在車頭的氣霸部分 霧燈周遭的這種小小的裝飾造型 目前已經有帶來一點小改變 再來更重要的則是頭燈 目前裡面已經加入了4.4的日行燈 可以讓你在發動的時候看起來更為精緻 那當坐進改款後的Stony車內呢 有幾個我們相當熟悉的配備 你一定就可以看到 首先這輛車的皮椅 它因為是高階版的車型 所以是雙色的設定 再來這輛車的安全帶警示燈 它並不只告訴你說 車上有成員沒有系安全帶 它藉由不同的燈號位置 也可以告訴你是哪一位成員沒有系安全帶 這都是相當貼心的地方 再來如果要談到改款的重點 那則是在於它的儀表跟中控 儀表的部分 中間的全彩資訊目 已經由3.5吋提升到4.2吋 你除了各式的安全或者說車況的顯示都相當清晰之外呢 你也可以找到這輛車它的複合動力 目前是充電還是燃油供給動力的狀態 的這個圖表 那另外一方面 在它的中控的部分 目前已經將螢幕由7吋提升到8吋了 而且更重要的在於說 目前這一套中控系統已經整合了無線的Apple CarPlay跟Android連結功能 至於有些朋友會在規配表上看到說這輛車沒有無線充電板 是一個小小可惜的設定 不用擔心 因為這部分其實台灣的Kia可以在售後服務幫你進行提升 進行選配 那至於你要談到說這輛車有沒有什麼小小的缺點 那則是在於說 這輛車不論是中控或者說儀表都是英文化的介面 我覺得這真的是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至於這輛車不管是後座空間的大小 還是說它像是椅子立起來狀況之下 352公升的尾箱 或者說你被傾倒之後 1155公升的尾箱拓充後的容積到底夠不夠用 我相信你實際去展間一趟 應該就可以很快得出結論說 這輛車到底適不適合你 可以確定的是 改款後的它真的更為便利 而且更為貼心了 你為責任了 但是我覺得呢 可以�最近的尾箱拓充 都沒有完全感受到 是這是什麼的 我先講幫你 我先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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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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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知道你不太多 然後我真的想要這麼好的 定義,你可不可以按那個 可以按那些動作 столько快聽到 你不想請到 我只能夠 怕辣掉了 是 分地 因為我可以按照 我可以按照 我可以按照 不要以為我 不讓我 喊我 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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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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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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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杨茜 連結功能之外呢 最重點則是它目前已經增加了 Level 2等級的半自動駕駛輔助 藉由車距控制維持的功能 還有車道置中的輔助呢 我相信你在開了這輛車的時候 應該會對於這輛車的行駛 跟代步表現相當的滿意 那我也認為 你只要撇除掉 你對於KIA這個韓國汽車品牌的成見之後 我相信90萬以下的車輛級距 它應該少有敵手 在 Rails上看 覺得藉口還是位置佛 一定是一端的 正確找這輛車 你也不試乎 這輛車頂到眼前的方式 有所謂的偏的 偏僻的移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